前一段时间我不是收拾房间吗 我收拾到了以前的那个 以前的那个本子 就是收拾到 其实也是有点难过的 说的话都不一样 就经过了一年时间 有些人 就是感觉所有 也不是有些人 就是有些人 变了有些人 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就怎么说呢 虽然说 学员总监会走的什么的 我就觉得自己像一个 像个服务员 欢迎光临你来了 然后欢迎光临你又走了 就只有我自己 永远都在那里 还有的人直接都变了 变得很恐怖 有时候会生气 后来又想想算了 而且我有时候压力也很大 特别是 我都感觉会舞台焦虑症 我只要有新的舞台 我就会很焦虑 非常焦虑 头好痛 他怎么一直 他一直躺在那个脏地方 这门口那么小块 你小丢好漂亮 你爸爸今天 他可能嫌我太短了 我先过去了 你去哪 去吧 好香啊 又想哭 因为你不跟我亲 所以妈妈很难过 对啊 我突然想起来 每一次大家都说 舅舅跟我不好 我也会很难过 虽然现在跟你很搞笑 但是我是真的会难过 每一次粉丝说 其实舅舅跟你关系挺好的 他挺年纪的 我就会觉得挺开心的 但是你们说我跟 就是我有时候抖音上都能抓到 所以舅舅跟我不好的视频 然后大家都说 又是我 所以舅舅跟我不好 但是他确实跟我不太好 是不 你看 都拖回来 干嘛 抱一抱 我们和好了 我们握手言和 你看过人流泪吗 算了 优优独播放